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大学同学结婚,我是伴娘 西装革履的伴郎没入我的眼 那软软糯糯的小花童却狠狠地戳到了我的心巴上 太可爱了,想偷回家 我没忍住把那肉脸蛋子亲了好几口,一时上头 宝贝,你还缺不缺干妈 结果小花童对着门口一顿喊 爸爸,这个姐姐想做我妈吗 这小子在胡说什么 我说的是干妈 不是妈 少了一个字,意思大不一样啊 感受到周围炙热的目光 我尴尬地笑了笑,打算开口解释 却在看见那张熟悉的脸后 声声止住了话头 这,这不是我白月光吗 徐琳,你又在乱说话 赶快给姐姐道歉 徐青也抬手敲了敲小花童的额头 一脸严肃 小花童捂着额头 弱弱道 嗯,爸爸,我错了 姐姐说的是想做我干妈 爸爸 徐妖玲 我靠 这小团子是徐青也的儿子 我到底犯了什么魂 才会想做我白月光的儿子的干妈 姐姐,对不起 我刚刚乱说话了 我一脸复杂地看着扯我一脚 奶乎乎的小团子 长得确实和他爸挺像的 怪不得我觉得他可爱 原来是占了他老爸的便宜 我心里叹了口气 蹲下捏了捏徐玲的奶镖 笑道 没事没事 姐姐没生气 但下次可不能乱说话咯 嗯嗯,玲玲知道了 姐姐亲亲 徐玲说完 就在我脸上剥了一下 我眉眼微动 还是转了 毕竟是徐青也儿子的亲亲 也算是间接弥补了我曾经的遗憾吧 我摸了摸徐玲的头 起身对上徐青也的目光 青也哥,好久不见 堂堂,好久不见 我以为再见徐青也 我能坦然面对他 但他的一句堂堂让我溃不成军 只能随意找个借口 然后故作平静的离场 左胸腔不正常的跳动频率在告诉我 时隔五年 我还是没放下他 徐青也大我六岁 以前和我一个大院 我是家里的老二 上面有个姐姐 下面还有个弟弟 父母也很恩爱 可他们都不喜欢我 乔家父母对我恶语相向 乔家姐姐对我冷眼相待 乔家弟弟甚至会对我动手 我从来不敢反抗 我知道 我是被乔家奶奶捡回去的 我是个外来者 他们能养着我 跟我读书就已经很好了 我不能奢求太多 但那个时候的我 毕竟是孩子 处在这样的家庭 时间久了 总会难受的 我不敢在奶奶面前哭 我一哭奶奶就会生气 一生气就会和乔家父母吵架 一吵架 奶奶就会吃药 我不想让奶奶吃药 所以我每次只敢自己偷偷在外面哭 直到那一次被徐青野撞见了 他给我擦了眼泪 很温柔地哄我 还送我平娃哈哈 那年我十岁 徐青野十六岁 我和他第一次有了交流 自那以后 徐青野经常会给我带一些小零食 会叫我堂堂妹妹 我会叫他青野哥哥 有时候被乔家弟弟欺负很了 他甚至还会帮我欺负回去 他对我很好 我很开心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对我好的人 除了奶奶 还多了一个哥哥 而我第一次认识到 自己喜欢徐青野 是在十五岁 身边朋友开始谈恋爱 开始聊自己的理想型 问到我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徐青野 在我看来 这世上没有比徐青野 更好的男孩子了 我从十五岁开始喜欢他 喜欢了四年 十九岁以后 我知道我不能再喜欢他了 因为他结婚了 我还没来得及表白 他就结婚了 没办法 六岁的年龄差 让我很难追上他的脚步 我的年龄该读书 而他却已经可以结婚生子 我没有机会去表达我的爱意了 我的暗恋结束了 再后来 奶奶去世 乔家因为奶奶的遗产 和我彻底闹翻 无奈 我离开了大院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在这五年里 我不是没事过去 从新喜欢一个人 我会对一些人有好感 只是 他们都很像徐青野 无一例外 而且 我对他们 也仅限于好感 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我的心 好像成了一潭死水 再无波动 直到今天 我再次遇见徐青野 他才又有了涟漪 当初那瓶娃 说了可真不值 因为他耗了我近十年 我不禁苦笑 难难道 徐青野 你真是转翻了 我转翻什么了 突然想起的声音 吓得我一颤 我去 徐青野什么时候 在我旁边的 我一脸震惊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徐青野似有些无奈 来了有一会儿了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刚来就叫你了 只是你没理我 我把目光一向别处 不自在地说 刚想是呢 走神了 徐青野呕了一声 也没再追问 我也没说话 一时之间 气氛略显尴尬 正当我想着 要不要主动说话 徐青野却先开口了 对了 你刚刚说我什么转翻了 真是乌漏篇 逢连夜雨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 还被他听到了 我嘴动了动 由衷到 人帅多金 事业有成 还有漂亮老婆和可爱儿子 难道不是转翻了 这话 我是真心实意说的 而徐青野 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没说话 我当他是在谦虚 没多想 不过 我今天确实没看到徐奇 我看向徐青野 对了 徐奇嫂子呢 我怎么没看到她 徐青野沉默了一会儿 缓声道 我和她离婚了 哦 离婚了 什么 你们离婚了 我没忍住惊呼出声 徐青野居然离婚了 什么时候离的 三年前 那你是打算接盘吗 接什么盘 你胡说什么呢 我瞪了陈欢一眼 陈欢是我闺蜜 也是唯一一个知道 我喜欢过徐青野的人 那天的话题 指于我那句干巴巴的安慰 没关系 青野哥 你以后还能遇到更好的 我是好奇他离婚的原因 可当时那种情况 我也不能直接开口问 徐青野会离婚这个事儿 怎么想怎么玄幻 他一看 就不像主动提离婚的人 而徐奇 也不应该会提离婚啊 我见过他 他当时那么喜欢徐青野 况且徐青野还那么好 怎么会舍得放手啊 陈欢吸溜了一口果冻 又问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不解 什么怎么办 追徐青野呀 好不容易他离婚了 你还不上 我顿了一会儿 什么呀 我和他现在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 况且他都离婚三年了 谁知道有没有找新的 我越说越激动 再说了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要一个离婚又带娃的男人 陈欢挑眉看了我一眼 一脸的不信任 真不要 我信誓旦旦 真不要 打赌 赌什么 你要是去找了徐青野 你就帮我做一件事 不杀人不放火 行 赌就赌 年轻人还是不要冲动 第二天 我就啪啪打脸 当我一脸不耐烦地拒绝我的某个陈桥陈桥后 陈桥飞说不信 说我的理想型就是他 把我气了呀 直接一顿胡说 屁嘞 我明明喜欢的是长得帅 比我大 还娃的 我说完 陈桥脸都黑了 正当我想再说几句安慰他一下 他却指了指我背后 那样的吗 我一脸疑惑地转过头 去我鸡鸣远的地方 站着一个男人 还牵着一个娃 男人一脸笑意地看着我 那眼神中似乎还带了一点戏血 那小娃娃还甜甜地叫了一声 姐姐 好久不见 救命 有什么办法可以原地去世吗 太尴尬了 我没敢看徐青也 只对着徐玲硬扯出一抹笑 打了招呼 玲玲啊 好久不见 然后立马转过头 压低声音问陈桥 他们什么时候在我后面的 可千万别听到 在我刚表白的时候就在了 我闭了闭眼 一脸绝望 我最近是真的倒霉 先是当着徐青也的面 说想当他儿子的干妈 现在又当着他的面 说自己喜欢他那个类型的 想不让他多想都难 这张脸算是丢完了 许是我的表情过于精彩 陈桥极其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不是 桥桃你这表情 该不会是真喜欢离婚 还带娃的吧 你这怎么想的呀 那可是离过婚的 我眉头一簇 他这话我听得挺不舒服的 这个语气 就好像喜欢上一个离婚带娃的人 是不对的 现在这个社会 离婚其实是一件很普遍的事 快节奏的社会 快节奏的感情 导致快节奏的结合 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离婚不就是一段感情破裂 然后分开 本质上和男女朋友分手 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对离婚男女 抱有鄙夷之意 当然不是指所有 那些因出轨 家暴等道德败坏离婚的除外 对于那种人 该鄙视就得鄙视 但如果是因为没了感情 性格不合而离婚的 就不该一样看待别人 如果可以 谁不想拥有一段一辈子的婚姻 一辈子的感情 我不知道得看对象 如果对方值得 离过婚又如何 我皱着脸回了一句 语气不是太好 陈乔似乎对我的回答不满意 将声量拔高了些 乔唐 你在想什么 谁愿意接受一个离过婚的 还带着个拖油瓶啊 你不嫌脏了吗 我瞬间黑了脸 下意识地瞟了眼徐青野 努力压低声音 愤怒地说 你这话就过分了 什么脏不脏的 我说的是实话呀 不管男女 离过婚的不就是破邪吗 更别说还带着孩子了 听着陈乔越说越过分 我忍不住了 对着他一顿批 你在狗叫什么 脑子是被老太太的 裹脚步缠住了吗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说谁脏呢 你没谈过恋爱 没和别人亲热过呀 还有脸说别人脏 也不看看你自己 你 你 你什么你 嘴这么臭 早上刷牙了吗 也不知道是因为四周围观的人 还是被我气的 陈乔脸通红 半天蹦出了一句话 乔堂 我怎么会看上你 我扯了扯嘴角 看我不顺眼 那你试着把自己弄瞎吧 乔堂 有种你等着 陈乔撂下这句话 就转身离开了 我对着他的背影 翻了白眼 犹豫了两秒 还是走到了徐青野身旁 你别听他胡说 离婚而已 没什么的 稍微有脑子的 都不会那样想 我小心翼翼地 观察徐青野的脸色 担心他真的 听进去那些话了 徐青野的表情 纹丝不变 甚至还对我微微一笑 放心吧 我没把他的话 放在心上 我又盯着他看了几眼 发现他好像是真不在乎 才按了心 也是徐青野这么优秀的人 怎么可能在乎这种话 你这是打算回家了吗 嗯 对 那行 我送你吧 我愣了一下 没拒绝 在等徐青野去开车的时候 我逗起了徐玲林 结果发现他闷闷不乐的 这倒新鲜了 刚刚和我打招呼的时候 还是甜甜的小团子 怎么突然就变成小冰块了 于是我轻言细语地哄了他好一会儿 哄着哄着 就把小团子哄哭了 边哭边委屈 姐姐 我的存在是不是会让爸爸很为难啊 我有些震惊 不太明白徐玲林为什么会这样想 她才这么小 玲玲 你怎么会这样想 你是你爸爸最重要的宝贝 怎么会让他为难呢 可 可他们都说我是爸爸的脱油瓶 他们 我皱了皱眉 感觉要和徐青野说一下这个事 小团子应该是听到了一些不好的话 我握住徐玲林的肩膀 语气严肃道 林林 你要永远记住 你爸爸一定是最爱你的人 你也是他的依靠 你是你爸爸的宝贝 不是脱油瓶 呜呜 嗯 嗯 小团子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点头 让我又想笑 又觉得心酸 好在小孩子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 哄了会 徐玲林就止住了眼泪 但那哄眼眶还是挺明显的 徐青野开车来的时候 还问了句怎么了 我不太想当着孩子的面说 就随便糊弄了过去 开车的途中 随便聊了一些工作的事 我们都很默契地 忘了那句凑巧的理想型 我不敢提 至于他 或许是不想提吧 很快 我到家了 下了车后 我还是厚着脸皮 主动加了徐青野微信 首先小团子的事 还是要给他说一下 其次 我心里也就有那么一点点想家吧 没想到的是 徐青野居然问了我 当初为什么要删他 我找的理由是奶奶去世 再加上和乔家闹翻 我心里难受 一冲动 就把那个大院里的人全删了 我没说 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结婚了 我没那么大的格局 愿意通过朋友圈 看他和别人的幸福生活 不过徐青野既然知道是我删了他 那说明他还主动给我发过消息 则 倒是挺意外的 那日回家以后 我就给徐青野说了小团子的事 告诉他 可能有人对小团子乱说话 徐青野也表示 会去了解一下情况 然后向我表达了感谢 除此以外 我和他再没聊过天 也没再那么巧地碰到过 似乎又各自回到了以前的生活 互不打扰 平静如水 可实际上 我的平静下 暗藏着波涛汹涌 徐青野时不时地 就会出现在我脑子里 十多岁的他 二十出头的他 现在的他 倒是真应了那句 年少墨浴经验人 远浅不幸物终身 成花让我不要考虑那么多 跟着自己的心走 这样自己才不会后悔 想了很久 我还是决定再努力一次 我不想物终身 我不知道 我现在对徐青野 是执念多一点 还是爱多一点 我只知道 我看到他会心跳加速 会想和他多接触 会想和他生活在一起 我想 我对他是心动的 我其实不介意他有孩子 无痛到妈多爽啊 不用经历十月怀胎 生孩子 照顾孩子这段最痛苦的阶段 就能拥有小团子 那么可爱的大胖儿子 徐青野还又帅又有钱 我其实并不亏 说干就干 所以我主动跟徐青野说 我想带小团子出去玩 得先把小团子 和我拉到一个战线 他直接给我发了 小团子电话手表的号码 说小团子同意就行 小团子一听要去玩 屁颠屁颠就答应了 然后我就成功上门 领走了大胖儿子 或 也不知道是徐青野心大 还是太信任我 我和小团子在外面玩的时候 一句都没问过 不过 他不打扰也好 现在和儿子培养感情最重要 一段日子后 颇见成效 不仅和小团子培养了感情 我还了解到 徐青野担了三年 最重要的是 现在我去徐青野家的 频率相当高 还经常和他们一起吃饭 感觉 我的计划成功了大半 就差攻略徐青野了 但现在比攻略徐青野 更迫在眉睫的事 我毫无预兆地来立价了 还是在徐青野家 更大的噩耗 是我还没带姨妈金 谁知道 他会提前进十天来呀 更更更大的噩耗是 我好像把血给弄在 徐青野家的沙发上了 米色沙发 很好 这个世界我真的是 一秒也待不下去了 趁着徐青野在厨房做饭 我打算带着他家的沙发垫子 偷偷溜走 结果刚起身 就听到厨房的门开了 把我下了一个屁股蹲 又坐回了沙发 显然徐青野看到了我的反应 疑惑道 怎么了 我有这么吓人 我摇摇头 正准备说话 突然感觉到 下半身一股热流 也几乎是瞬间 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是面对这种窘境的恐惧 无助 是尴尬 是丢人 好死不死 还是发生在徐青野面前 看到我的眼泪 徐青野正了一下 随即两步走到我面前 蹲下 不知所措地开口 怎么还哭了 我 我磕巴了半天 也说不出口 第一次感受到了月经羞耻 哦 当然 更多的是丢脸 徐青野继续软着语气问我 到底怎么了 怎么突然哭了 嗯 乔堂 我还弄到沙发上 我还弄到沙发上 我真不是故意的 他 他这次来得太突然了 我等会给你洗干净 或者过两天 我重新陪你一个 突 我是真心诚意地道歉的 结果徐青野却笑了 他笑了 现在这情况 他笑 我又羞又恼 你还笑 我笑你可爱 一天天 小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徐青野犹豫了一下 抬手揉了揉我的头 不用你洗 也不用你赔 现在就好好坐着 我去给你买东西 对了 要哪个牌子 我被那声可爱和揉脑袋 给寄的七魂八素 红着脸说了句都可以 他说我可爱 嗯 不得不说 徐青也是真的周到 日用夜用都买了不说 还贴心地给我买了换的裤子 和贴身衣物 虽然徐青野解释说 换洗的衣物 是销售员帮忙选的 但我依旧很高兴 他特意这样解释 是在尊重我 我换完后 就想抱着脏衣服 和那个沙发垫子回家 结果发现 那沙发垫子不见了 问徐青野 他只说他会处理 让我别担心 还特地强调了 不用我赔 后来我也不知道 那个沙发垫子去哪了 我再去的时候 他已经好了 一点痕迹都看不到了 估计是徐青野重新买的 他总不会自己动手洗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从初秋到了深秋 天气逐渐变冷 我决定带着小团子 去买新衣服 这段时间 我最爱的事情 就是打扮小团子了 寒饭 日系 街头风等等轮着来 奇迹凌凌 谁不爱 还有人帮我课金 爽翻 喂 青野哥 你到了呀 行 那你稍等会儿 我和林林等电梯呢 马上下来 我挂了电话 晃了晃和小团子牵着的手 林林 你爸爸说 今晚带我们出去吃 你想吃什么 小团子听了一脸兴奋 火锅火锅火锅 姐姐 我想吃火锅 好了 就吃火 叮 我说着 电梯到了 我抬眼一看 祸 早知道让徐青野上来了 可能我挺变态替 我还挺想看这种前任 现任的修罗场 虽然我现在还不算 严格意义上的前任 但迟早会是 其实我本来不太想打招呼的 只是呼的感觉到 小团子拉着我的手紧了紧 她在紧张 则 毕竟是亲妈呀 我突然感到 有一点点心酸 万一许奇和我抢儿子怎么办 但没办法 血浓于水嘛 斟酌了一下 我还是打了招呼 许奇姐 许奇皱着眉 看了我几眼 试探性地问 你是乔家那个养女 我有些惊讶 她居然还记得我 当时我和她 也就见过一面 是我 许奇姐记性还挺好 哼 我对你可是记忆深刻 许奇说完 看向小团子 笑着说 我对她也印象深刻 不过 拖油瓶 你应该对我更深刻吧 不是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短短两句话 我怎么感觉有很多不对 许奇说 我的那句 有些阴阳怪气就不提 但她怎么能说 自己儿子是拖油瓶呢 还有她那句话也很怪 在配上她那个笑 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就连小团子的反应也很奇怪 许奇看她的时候 她在往我身后躲 还在发抖 这是在害怕许奇啊 他俩不应该母子子笑吗 疑惑的同时 我把小团子 往我身后拉了拉 沉声道 许奇 虽然你和青野哥离婚了 你也不能说自己儿子吧 许奇又喝了一声 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一样 儿子 他可不是我儿子 他明明就是个拖油瓶 扫把星 呜呜呜姐姐 我想回家 许奇话落 小团子就放声大哭 我知道是因为什么 上次她听到拖油瓶也哭了 我只能一边哄小团子 一边斥责许奇 许奇 你给自己留点口德 对一个小孩子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要不是因为她 我和徐青也能离婚 有的人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冷着脸吼道 你够了 呜呜 姐姐 我们 我们回家 回家 好 好不好 眼见小团子越哭越伤心 我只能歇了和许奇 继续吵的心思 拉着小团子 就打算走 许奇 给自己积卸得 善恶中有报 去停车场的路上 我越想越不懂 许奇 小团子的反应 都太奇怪了 除非 我轻声问 小团子 刚刚那个阿姨 是你妈妈吗 不 不是 她不是我妈妈 果然 小团子不是许奇的儿子 啊 对 我之前问过小团子 她说她快七岁了 而徐青也和许奇 也是六年前结的婚 哪来这么大儿子 可这就更怪了呀 小团子把徐青也喊爸爸 他和徐青也 也确实长得像 看起来就是一家人啊 难不成徐青也外面 还有别的花 可不能吧 他不是这样的人啊 怎么了 这是 我在想 徐青也是不是在外面 有女人 没有 谁在回答我 这声音有点耳熟啊 我收回思绪 瞄了眼跟前 以后有时间 还是去算算 我和徐青也的八字吧 我总感觉犯冲 我心虚地去了 徐青也一眼 嗯 脸色好像不太好 爸爸 我遇见坏阿姨了 瞅着抱住 徐青也大腿的小团子 我心里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我儿子 知道帮我缓解尴尬 只是我没想到 徐青也的反应会这么大 他属然黑了脸 语气有些紧张 他没碰你吧 徐青也边说边 卷起了小团子的袖子 这看起来怎么这么像检查伤口啊 我突然扶制心灵 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不会吧 许奇这么恶毒 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也没心情去吃火锅了 就回了徐青也家 他睡着了 见到徐青也从卧室出来 我问道 小团子回来后 情绪一直不太好 徐青也坐到我旁边 嗯 睡着了 我呜了一声 有些想问下午的事情 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堂堂 你还记得我姐姐吗 我猛了一顺 怎么突然提起了徐青宁 却还是点了点头 我知道徐青也有个龙凤胎姐姐 只是似乎身体不好 一直在哀死室 很少回来 我姐身体不好 当时都劝她打了这个孩子 可她不愿意 想坚持生下来 但最终她没能从那个手术台上下来 我觉得她就是傻 那个男人就只是玩她 从头到尾都没爱过她 可她就是爱她 还生下了他们的孩子 徐青也淡淡道 就像是在讲述陌生人的故事 可是她怎么可能是真的淡然呢 那是她亲姐姐啊 我主动握上徐青也的手 安慰道 姐姐是很傻 孩子无辜 她其实也是无辜的 只是没办法 爱情就是这样 没有理智的 徐青也忽然看向我 眼里有些莫名的情绪 你也傻 我心已紧 这一瞬间 但我感觉徐青也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 有些心虚地偏过了头 抽回了手 没作声 可是她怎么会知道呢 知道我喜欢过她的 就只有陈欢 她又不认识 还有就是那个五年前 被我丢掉的日记本了 但我亲手把她扔进了垃圾桶 徐青也又不会去翻垃圾 林林小 一直都很黏我 她一直觉得 我就是她爸爸 所以我不能不管她 和徐青结婚后 她也是跟着我的 但徐青不喜欢她 还偷偷虐待她 再加上后面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就和徐青离婚了 尽管心里早已有了猜测 但轻耳听到徐青也说 却还是心里一颤 小团子当时还那么小 徐青怎么下得了手 堂堂 虽然林林不是我亲生儿子 可我徐青也顿了一下 闭目 深深吸了一口气 道 可我和徐青的婚姻是真的 那个时候她不是现在这样 我 我也是喜欢她的 我眨了眨眼 想努力理解徐青也这句话的意思 他说的我都知道啊 青也哥 这个我知道啊 徐青也抬眸看向我 沉吟了片刻 堂堂 你的条件可以找到更好的 和我在一起 有一些不值 我离过婚 还带着林林 我配不上你的喜欢 徐青也每说一个字 我都感觉更难过一分 不是为我 而是为她 她是徐青也呀 怎么能因为一段失败的婚姻 就自卑呢 徐青也 你说的这些我不想听 我就问你一句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你对我有没有一点喜欢 说到最后 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我18岁想做的事情 在25岁终于做了 我能看到 徐青也望向我的眼里 全是温柔 可她却在沉默 3秒 5秒 10秒 徐青也 我再也不要喜欢你了 我哭着撂下一句 起身就想往门口走去 5 徐青也大蠢猪 不过下一秒 就被人拽到了怀里 徐青也无奈地笑了笑 堂堂 30秒都不愿意给我 离得很近 她说话的热气 喷在我的耳边上 让我下意识地缩了缩 闷声道 你在犹豫 犹豫就是不喜欢我 徐青也一只手搂着我的腰 一只手擦了擦我的眼尾 我是在犹豫 但不是不喜欢你 乔堂 我私心想让你留在我身边 可我又觉得 你值得更好的 我 我直接吻了徐青也 堵住了她的嘴 当然 只是贴了一下 母胎单身 更深的我不会 徐青也 在我眼里 你就是最好的 我只想要你 你是我永远的首选 话音一落 徐青也一把扣住我的后脑 狠狠稳了下来 这技术和我 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 想着 我心里又有点犯酸 故意咬了徐青也一口 她撕了声 稍微退了点距离 我却主动贴了上去 又惩罚性的咬了一口 含含糊糊的说 以后只能我能亲 是我一个人的了 徐青也低笑两声 拿回了主动权 一记身吻 结束后 徐青也哑着声音 在我耳边道 嗯 都是你的 徐青也是乔堂的 永远是 我趴在他怀里 忍不住勾起了嘴角 喜欢徐青也的第十年 我终于和他在一起了 在一起后的日子 其实和之前 没什么区别 我就是陪小团子玩 然后在徐青也家吃饭 但我晚上还是会回家 并没有发展到更深一步 因为我还没想好 怎么和小团子说 再有 我也想亮亮徐青也 我好歹等了他十年 总得让他苦一苦 不过 像亲吻这些频率 还是很高的 尤其是徐青也 也不知道 是不是老男人 单身太久了 他每次都要把我嘴亲重 嗯 小团子还在家呢 说着 我极其敷衍地 推了推徐青也 或许称之为 欲据还迎更靠谱 嗨 谁叫我也缠他呢 他在书房写作业呢 暂时不会出来的 徐青也自信道 一把把我抱上桌子 继续亲我 亲着亲着 我就感觉 好像有一道目光 在看着我 我睁开眼 小团子招牌田校 正在向我招手 徐青也 我真是信了你的邪 我猛地从他怀里 正开 从桌子上下去 结果腿一软 差点跪了下去 幸好徐青也 一把捞住了我 急什么 我斜了徐青也一眼 能不急吗 刚刚那能是 小团子看的东西吗 我有些心虚地看了看小团子 正想着该怎么解释 结果 却突然被小团子抱住了大腿 小团子甜甜地问 姐姐 你是不是要成为我的妈妈了 嗯 我看了眼徐青也 眼神询问 你教的 徐青也摇了摇头 低下头笑着问小团子 林林 你为什么说 姐姐要成为你妈妈了 因为我看到 爸爸在和姐姐亲嘴巴 还不是一次哦 我老脸一红 伸手揪了徐青也一下 都怪他 结果那货还歉兮兮地 对我挑了挑眉 继续问 为什么亲了嘴巴 姐姐就会成为妈妈呢 小团子眼睛亮亮的 说 因为上次周宇豪 亲了我们班一个女孩子的嘴巴 但老师批评了他 还告诉我们 只有爸爸妈妈这种关系 才可以亲嘴巴 徐青也欣然一笑 林林可真聪明 以后就不能叫姐姐了哦 要叫妈妈 好 小团子重重点头 然后满含期待地看向我 姐姐 那我能叫你妈妈了吗 我突然有些心酸 或许是感同身受 或许是为小团子的遭遇 感到难过 妈妈是多少人 一辈子都在期待的 我蹲下 和小团子平视 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 可以 我会是你永远的妈妈 哦 林林有妈妈了 林林有妈妈了 看着小团子兴奋的样子 我和徐青也相识一笑 我知道未来的某一天 小团子一定会知道真相 知道她的亲生母亲 但我也会一直对她好 让她不再觉得母爱缺失 那一天以后 徐青也就更加想让我搬到她家了 但刚好那几天公司事情很多 还让我去出了差 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出差回来那天已经八九点了 等我洗漱完都快十一点了 正打算睡觉 却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而我也不知怎的 突然不敢动了 这么晚了 谁会来敲门 徐青也那会儿才给我打过电话 说明天来接我 还说了晚安 不会是她 而邻居更不可能了 我住的是个老小区 周边的邻居都是些大爷大妈 大爷大妈们睡得很早 不会熬这么晚 听着门又被敲了两下 想象力丰富的 我不禁联想到了鬼鸭什么的 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连去门口看都不敢看 干脆装没听见 直接转身进了卧室 顺带反锁了 然后把被子一盖 不敢动 本来想给徐青也发个消息 可是她又睡了 我担心吵到她 而且现在什么也没发生 一切都是我的脑补 万一别人真的是敲错了呢 但过了一会儿又安安静静的 什么声音都没了 本来就忙了几天 累死了 再加上被子里暖哄哄的 我渐渐就睡着了 只是睡得不太踏实 第二天 我下楼吃早饭 就看到隔壁楼里有警察 还拉了警戒线 不止隔壁楼 我右边的楼里也有警察 一连五个楼都有警察 都拉了警戒线 我眼皮一跳 有些不好的预感 旁边围观群众的声音 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真的杀了五家人吗 真的 今天清早我亲眼看到 从那五栋楼里都抬出了尸体 天啊 太可怕了吧 一连杀五家呀 还是连着的楼栋 对呀对呀 你们六栋可真幸运 没遇到这些事 听到这 我感觉身上发凉 我就是住六栋的 想到昨晚莫名其妙的敲门声 我赶紧打开手机 调出了昨晚的监控 这是我之前花高价安的 很小 很隐蔽 毕竟是独居女性 当我看到了监控内容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 头皮发麻 视频里那个人 黑衣黑裤 还戴着帽子 一只手在敲门 而另一只手拿个东西 尽管是藏着的 可我还能看出来 那是一把刀 我的手开始 不由自主地颤抖 心里一阵后怕 差一点 我就要和这个 美丽的世界说拜拜了 我深呼吸了几下 稳住了心神 然后去找了警察 我做完笔录 刚出警察局 就看到了徐青野 他看起来冷静多了 没有在我做笔录时 电话里的那种急切了 但整个人的氛围 还是不太好 我对他招了招手 还没来得及说话 徐青野就长腿一脉 挤不来到我面前 把我拥入了怀里 抱得很用力 我都感觉到疼了 可我还是主动 搂上了他的腰 我知道 他是在担心 好啦 我不是没事吗 我安抚性地拍了拍 徐青野的背 徐青野没说话 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些 半晌 他切了清我的发顶 自言自语式地说 乔堂 幸好你没事 我柔声说 嗯 我没事 我向来运气好 突然一声咕 打破了此时的氛围 徐青野轻笑了两声 把我松开 我耳根一热 凶巴巴地说 笑什么 我还不能饿了 能饿能饿 走 哥哥带你去吃饭 徐青野边笑边 牵着我往外走 把我气得 狠狠踩了几下他的影子 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徐青野还见兮兮的 吃完饭后 徐青野直接把车开回了我家 我还没下车 就看到有三四穿黄色工作服的人 在我家楼下 衣服上好像还写得成一般家 嗯 我连忙看向驾驶座 这你喊的 徐青野点了点头 我眉头一挑 嘴角微微上扬 倒没有 他没和我商量的气恼 反而甜蜜蜜的 他这么急 是重视我的表现 而且我本来也打算 今天去他家住 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也不敢回自己家住 我的东西不多 很快就收拾好了 走之前 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还是有些不舍 我大学毕业就住在这里 小三年了 我突然说 徐青野 以后不要欺负我 不然我就没地方去了 徐青野抬手捏了捏我的脸 一脸严肃 胡说什么呢 你还想往哪儿去 还有 我永远不会欺负你 我只会爱你 我保证 我伸出右手 拉钩 拉钩 我没想到 搬去徐青野家 最高兴的 居然是小团子 兴奋了一下午 甚至晚上 还想和我一起睡觉 我是同意的 但徐青也不同意 黑着脸 把小团子赶回了自己的房间睡觉 你 你锁门干嘛 我躺在床上 看着徐青野 进门关门锁门 一气呵成 突然感觉自己 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徐青野走到床边 俯下身子凑近我 语气有些许的不正经 你觉得呢 我像只安纯一样 想往被子里缩 却一把被徐青野扣住了 铺天盖地地问 不过徐青野居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只是亲了我很久 最后还说了句 好了 今晚不闹你 好好睡觉 嗯 这怎么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我的逆反心理一下上来了 气嘟嘟道 你是不是不行 徐青野一愣 笑了下 眸色一深 眼底好像蓄了把火 我行不行 是该让你亲身感受一下 嗯 第二天我醒得很晚 不过徐青野真的好上道 第二天听话的不行 我说什么做什么 我坐在沙发上和小团子一起看电视 徐青野在厨房忙活 来 妈妈 吃橘子 我接过小团子包好的橘子 吃了一半 呜 好甜 橘子好甜 生活也好甜 这是我十年所判 翻外 徐青野视角 在我的印象里 乔唐一直是个很乖巧的小姑娘 脸上肉嘟嘟的 小小的 长得很可爱 听爸妈说她成绩也很好 我不理解 为什么乔家人要那样对她 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妹妹 我肯定很宠她 所以那天看到她一个人在哭 我有些心疼 就主动和她搭了话 还送了她一瓶娃 十岁的小姑娘就是好哄 很快她就不哭了 是真的乖呀 我决定 以后就把乔唐当妹妹 乔家人不宠她 我宠她 可惜 没宠她几年 我就去S市上大学了 还好 她也上中学了 可以住校了 我不用担心 乔家人天天欺负她了 后来的几年 我只要放假回大院 就会给她带礼物 她每次都会甜甜地说一句 谢谢亲野哥哥 她每次取得好成绩 每次给我发消息报喜 真的很让我有满足感 我的妹妹很懂事 我24岁那年 乔唐打电话告诉我 她考上了我以前就读的大学 我听得出来 她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颇有一种无家有魅出 长成的自豪感 这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妹妹 当乔唐告诉我 她学校有事 来不了我的婚礼时 我还挺失落的 我还给她准备了最大的红包 想亲手给她呢 不过欣慰的是 乔唐在婚礼那天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祝福我新婚快乐 但没能多说几句 因为她说她感冒了 不太舒服 直到后来 我回忆起当时的状况 有些无奈 明明那么明显的哭腔 我怎么没听出来呢 乔唐告诉我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 从来没想过她会喜欢我 没想过我结婚 她会难受 是啊 在我心里 乔唐一直是妹妹 而乔唐也隐藏得很好 如果不是那次偶然 或许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她喜欢过我 我本来就和乔唐的联系不多 结婚后 联系就更少了 除了节日祝福外 几乎为零 我理解 她上大学了 她会遇见更多有趣的人 鸟儿大了 哪有不往外飞的 再一次见面 就是那年的除夕了 刚好在大院门口撞上 她依旧叫我哥哥 还叫了许妻嫂子 还是很乖 不过只是匆匆一念 她说她要急着去买饮料 乔家人还是对她不好 那么大的雪 就让她一个人去买 而我也只在家过了个除夕 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妈打电话说 玲玲一直在哭 哄不住 还有点发烧 没办法 我姐去世后 玲玲一直跟着我 很黏我 我没想到 我和许妻的婚姻 不到一年就出了问题 她极端的控制欲 占有欲 让我感到喘不过气 无论我去哪 她都想跟着 手机里稍微有个女性 她都会问半天 我觉得很累 但我也明白 她是太爱我了 我也不想 几年的感情就这样断了 所以我忍了 直到我发现 她在偷偷虐待玲玲时 我才知道该断了 许妻很聪明 只会让玲玲有些瘀青 而通常也会挑我出差的时候 那一次 我和许妻大吵了一架 搬出了那个家 提了离婚 但她不同意 还开始拼命纠缠我 跟踪我 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我报了警 但效用不大 无奈 我只能带着玲玲 去了外省 想躲一段时间 得知乔家奶奶去世的消息时 我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第一反应是 乔唐该有多难过 唯一疼爱她的奶奶去世了 我给她打了电话 可她没接 于是我订了飞机 想回去看看她 可是我没想到 许妻又跟来了 她甚至选择了吞药 没办法 毕竟是一条人命 我不能不管不顾 只能把她送去了医院 然后通知她爸妈过来 等她爸妈一到 我就走了 但也耽搁了两天时间 等我到大院的时候 乔唐已经回学校了 我下午到的 她早上走的 我妈说 乔家奶奶不想吵吵嚷嚷的 这丧事也就没大办 而乔唐也和乔家闹翻了 因为乔奶奶 把她的二十万拆迁款 全留给了乔唐 乔家不愿意 最终 乔唐拿了十三万给乔家 然后搬走了 也就是那个时候 我收到了乔唐的消息 清野哥放心 我没什么事 这些年 谢谢你 很感谢 我发了一句 怎么这么客气 却发现是红色感叹号 乔唐把我删了 我当时很震惊 也不理解 为什么要删我 甚至还有点生气 感觉自己这些年养的小白眼狼一样 所以我也就没再联系乔唐 既然他已经删了 就个别两宽吧 可当我那天看到捡垃圾的婆婆手里的那个笔记本时 我还是莫名其妙地拿回了家 虽然隔了很多年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那是我送给乔唐的十四岁生日礼物 但拿回了家后 我从来没打开看过 我始终觉得这是乔唐的隐私 不能随便乱看 再后来 我和许七打了离婚官司 成功离婚了 我和林林就过着两个人的生活 这个笔记本也一直在我的书房 有一天 林林乱翻 把它又翻了出来 还恰好翻开了 我本来只是随意扫了一眼 却在下一秒愣住了 今天又和青野哥打电话了 我好开心 我真的好喜欢他呀 乔唐纪日记 每次就一两句话 但很能反映他的心情 怎么办我好像发现我喜欢上了徐青野 青野哥好好 又给我带礼物了 我越来越喜欢他了 我要好好学习 以后考上青野哥的大学 班上同学给我表白了 我拒绝了 我只喜欢青野哥 今天进了年级前十 青野哥夸我了 高三好累 不过我要坚持下去 如果考上了青野哥以前上的大学 我就给他表白 我考上了 可是青野哥有女朋友了 青野哥要结婚了 还让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我不想去 我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 祝他新婚快乐 可我不敢多说 我害怕他听出来 我在哭 嫂子很好看 和他很配 奶奶又住院了 医生说时间不多了 奶奶走了 我没有家了 徐青也没回来 可我好想见他 要走了 徐青也 再见 要幸福 我花了一晚上 把这本笔记本 翻来覆去地看 有好几次 我甚至红了眼睛 我从来没想过 乔棠会喜欢我 但再次回想 也不是无迹可循 只是我之前一直把他当妹妹 从来没往那方面想 他祝福我新婚快乐的时候 该有多痛啊 后来我其实有打听过乔棠的消息 甚至偷偷去看过他 他过得很好 我很放心 只是我发现他一直没有谈过恋爱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我 可我的心里却很复杂 一是因为他没有谈恋爱 我居然有点小小的高兴 二是害怕他还没放下我 为他感到不值 在我知道乔棠喜欢我后 我和他曾经的过往就经常浮现 虽然听起来很难让人相信 但我好像是因为回忆对乔棠有了好感 不过我不会因为这个就去找乔棠的 我离过婚还带着林林 配不上他 他值得更好的 都过了这么多年 我干什么还要去打扰他 所以在我朋友婚礼上遇到乔棠的时候 我真的又惊又喜 我想多和他说几句话 可他跑得很快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跟上去了 最后我也不知道 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还是告诉他我离婚了 我承认 我说这个的原因不那么纯粹 我是想试探他的反应 但他当时是在安慰我 我有些难过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听到他的理想型 我又高兴了 可他那个陈桥说的话 还是重重敲在了我的心上 我很纠结 想和他在一起 却又觉得他值得更好的 但我没想到 乔棠居然主动了 我不傻 林林和他无亲无故的 他干嘛要那么上心 而且他每次偷偷看我的眼神 我能感觉出 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那一天 乔棠哭了 因为来了立价 我去给他买了东西 其实那换洗的裤子和贴身衣物 都是我亲手跳的 但我担心他觉得我轻浮 就说了是销售员跳的 沙发也是我亲手洗的 费了好大功夫 可洗的时候 我又觉得挺幸福的 如果能和乔棠在一起 我想我真的会很开心 可他太好了 我觉得我配不上他 同时我也舍不得他 但最终 还是我的私欲获胜了 当乔棠哭着说 再也不要喜欢我的时候 我心都碎了 不再想什么配不配得上 我就想把他留在身边 但如果有一天 他有了更喜欢的人 我也会放手 我给乔棠也说过这个话 结果他生气了 连这几天都没理我 后来我又换了句 死都不会放他走 他才开心的 则看不出来 我老婆还挺BT 才不会给别人机会呢 我养大的老婆 只能是我的 我养的老婆 我养的老婆 我养的老婆